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说俩人否认情侣关系 连张兰都怒斥不配经汪家门 但在大众眼里 俩人无疑是热恋情侣 可没想到 刚被爆出俩人一起旅游秀恩爱 转头却又有这样的新闻 让人猝不及防 据爆料称 俩人原本是去广东旅游的 没想到最久后的汪小飞去殴打张盈盈 对方也不是好惹的主 同样动了手 闹得十分严重 最后张颖颖不敌 被汪小飞打得浑身淤青 身上有不少痕迹 手腕上大块淤青明显 膝盖上也有伤痕 可见被打得不轻 同时也能看出汪小飞的暴力倾向 下手毫不柔弱 无奈之下 他只能报警求助来保命 不然真不知道被打成什么模样 当时因为是深夜 所以并未引起太大关注 却没想到被这位广东网友偶遇 还跑网上质问 导致此事持续发酵 不少人都纷纷申巴细节 想知道该是真假 到底是蹭热度 还是真有此事 通过查询浏览发现 张盈盈在16号晚还晒出过与汪小飞同框照 她照片中的男士身形很像汪小飞 而脸IP地址确实在广东 不免让人猜测爆料酒可能是真的 在张盈盈最新视频中 她处境明显能看到 手腕与膝盖的瘀青 跟爆料中描述基本相符 还有一个细节 就在大家纷纷质问张盈盈时 她却直接删屏 甚至将评论功能关闭 反而有种此地无垠三百两的意思 可见张盈盈被汪小飞殴打 并不是空穴来风 况且了解汪小飞的人都知道 在她眼中 女人如衣服 是不会完全放在眼里的 自己才是第一位 当初在与大S婚姻中 就曾被曝 动手推倒怀孕九个月的大S 脾气上来不管不顾 控制不住自己 为此陈剑舟还为大S打抱不平 将汪小飞一顿狂揍 对此网友们也议论纷纷 有的直呼 鱼找鱼 瞎瞎瞎 看样子汪小飞极不靠谱 大S做对了 还有的表示 鱼声很长 好戏才刚刚开始 更有的猜测疑似是受大S刺激 看着人家与拒敬业幸福 自己身边却只有臭宠 拿着把柄要挟利用 一上火喝多将其暴揍了 尤其看着大S与拒敬业 平凡秀甜蜜秀恩爱 对方更是得到孩子们认可 改口叫爸 对于亲爸的王小飞来说 也是怒火中烧 所以才会醉酒殴打张盈盈 发泄心中怨气吧 而自从和大S离婚后 网友也是纷纷拍手称快 纷纷怒骂他活该 陈建州打他 王思聪骂他 张雨琪删他 但仔细想想 被嫌弃三个字 贯穿了王小飞的一生 从不可一世的京城四少 到如今婚姻事业皆成空 第三下四在直播间中 雇左右而言他的失忆商人 王小飞在娱乐圈的遮羞部 可真是越扯越烂 连最后一点体面都盖不住了 2008年 翘江南获得了唯一中餐服务商资格 负责为八个奥运竞技场馆 提供餐饮服务 累计接待百万人次 世界游客和运动员 属于王小飞的嚣张时代 终于到来了 作为餐饮圈 首屈一指大企业的太子 王小飞自然不甘人厚 那段时期贵州云集的圈子是否认同你 这事就得靠明星的面子工程维持 2009年通过母亲的关系 王小飞跟内娱第一娱乐公司 华谊兄弟的老板相识 刚刚触碰到娱乐圈的王小飞 为了让身份配得上名气 坑了老妈张篮三亿元 整整三个亿的现金 王小飞只做了一件事 成立兰会所 专门用来接待社会名流 一个杯子一万多 一把椅子二十万 一盏水晶灯两百万 一幅挂在墙上的摆设画 两千两百万 与其说这是一个创业项目 不如说是王小飞 为了结识女明星 弃出来的黄金屋 在这个地方 她不是明星 却比明星还要有面子 前女友张与其 好妹妹安以轩 都是在这个地方相识相知 闲暇无聊 当扑克牌友 吃吃喝喝 玩玩乐乐 这日子过得别提多滋润了 2010年流星花园大火 我们先暂且不管山菜 是不是绿茶 片中造型 是不是灾难现场 但作为绝对的主角 大S确实是靠着颜值 撑起了整部剧的丑衣服 当年她有多火 海报贴画周边产品 只要印着大S的盛世美颜 压根供不应求 这样的美人 自然躲不过汪小飞的惦记 虽然在很多采访中 大S不止一次表示 自己是先动心的那一个 看到汪小飞就想给她生孩子 但圈一下重点 当时汪小飞和安以轩 还是亲密的关系 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 大S之所以能挤掉好姐妹闪婚 少不了汪小飞的默认 以及推不住篮 一场婚礼 汪小飞不可一世的属性 暴露无遗 直至今日 这场11年前的婚礼 依旧能入选娱乐圈明星 婚礼之最 奖项是最离谱 婚礼还没开始 传出了夫妻意见不合 汪小飞删大S巴掌的小套消息 好歹婚礼正常开始了 刚进场 海边就刮起了一阵斜风 吹走了大S的头沙 吹歪了汪小飞重金 从国外运来的鲜花墙 按说都到这份上了 咱们静静静酒店不香吗 必然不可能 为了保住面子工程 汪小飞喊来了几个壮汉 来了个壮汉抱住 OK 一辈子一次的婚礼 讲究排场也没什么错 但你讲究排场 也不能处处侵权 从礼服到甜品都抄袭吧 汪小飞想复刻 其他京城四少的婚礼 玩一出一夜成名 确实成名了 热搜前十都是汪小飞和戴斯的婚礼 可热搜词条一个比一个离谱 什么刘谦表演前坠入泳池 什么黄教主耍大牌 什么婚礼抄袭 什么婚后家暴 甚至连参加典礼的高小松和纳英 都一人一个热搜 大把大把钞票花出去 一个炫富成功的词条都没有 别说汪小飞了 就连张岚都咽不下这口气 典礼之后 在未经本人允许的情况下发布了一篇小作文 看似傻都没说 实则往自己脸上贴了一波金 暗示儿子 汪小飞的婚礼场地是由第一首富 汪健林赞助的 由此引发了一场世人皆知的骂战 汪健林儿子 汪思聪寸步不让 不仅公然发声纯属造谣 还言语耿直地说 你要是觉得我是个软柿子 那你就错大发了 这波啪啪打脸的行为 让王思聪C位出道 喜提娱乐圈纪检委的称号 顺便一夜之间成了国民老公 张岚自知理亏 必卖明哲保身 可从小被捧在手心的翘江南太子 怎么能咽下这口网络受辱的气 再加上2011年翘江南年龄业额达到11亿元 全国门店平均每天接待2万名客人 生意和资产达到巅峰 自觉拥有底气的王小飞 便公开叫板 付了好几辈的王思聪和万达 常年拿几个亿当小钱的王思聪也不恼 一句照照镜子 别冒充富二代 将不可一世的王小飞怼得牙口无言 这一年不可一世的王小飞 和财大气挫的王思聪 你方唱罢我登场 给娱乐圈的吃瓜群众增添了无数谈资和欢乐 更让人意外的是 急于一口吃个胖子 晋升顶级富豪的张岚 与王小飞一步错步步错 将翘江南推进了绝境 王小飞描绘的商业栏图是 每年开出新店100家左右 3-5年内开设300-500家翘江南餐厅 下一个10年 巴黎米兰纽约 任何商务的角落都会看到翘江南 但事实是 翘江南的扩张不尽人意 对赌失败 最终翘江南的控股权被卖于CVC 交易恶化导致了张岚资产被冻结 一夜之间张岚一无所有 险些锒铛入狱 光环退去 王小飞依旧是那个不愿低头的臭脾气 不做市场调研 不考虑后果 一个产业接一个产业的尝试 像一个赌徒 肆意挥霍着手中为数不多的筹码 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去台湾开江江南倒闭 投资几千万 做台湾粮茶倒闭 做物流倒闭 投资了Shotel 又碰上疫情 导致游客锐减 常年亏损 没有了丰富的家底 汪小飞依旧飞扬跋扈 仔细观察 汪小飞离婚之前 每次上热搜 都是因为暴怒 也怪不得慢综艺 幸福三成奏理 大S说汪小飞没品 最终大S不想再配合汪小飞的面子 十年婚姻走到了破碎的边缘 一场失败的婚姻 其实间接拯救了这个男人 什么奔波于两岸全程空 痛失孩子抚养权 热爱祖国等热搜轮番上阵 口碑一夜逆转 离婚后顺时开的麻六计 也乘着这一波同情的东风 遍地开花 如果就这么稀释宁人 汪小飞绝对稳赚不赔 一雪前耻也不是没可能 坏就坏在 这大哥体内的惹祸基因又出现了 被狗仔爆出有了新女友 按道理来说 汪小飞现在是单身 人家张盈盈也是单身女孩 两个人谈恋爱很正常 可汪小飞并不想承认 被网友扒出无数次与张盈盈出游照片 每一次都火速删除微博 以达到避嫌的目的 这不多少有点此地无影三百两了 网友好奇的仔细一声扒 坏了 两人从离婚之前就开始出现情侣相恋了 全网震惊 难道这段婚姻出轨的人一直是汪小飞 这一出将汪小飞好不容易裹上的遮羞布 又一次扯烂了 汪小飞认错吗 自然不 骄傲如斯 错的一定是大S 为了佐证自己受害者的身份 他先是将两人婚房的家具 砸了个稀巴烂 随后表示 自己一直是个被勒索的受害人 大S常年服用违禁药品 曾经的枕边人离婚后 散播隐私信息 应该没啥事比这个更恶心的吧 更何况所谓的违禁药品 后来被证实为两种药 一个是癫痫药 另一个是抗抑郁药物 大S生二胎时 癫痫发作 差点死过去 第三胎又胎死腹中 发生了这两件事后 大S焦虑抑郁 需要服用精神药物 因为是公众人物 不想暴露自己长期服药 利用他人处方购买 S妈对着媒体崩溃大哭 让汪小飞为了孩子们 积点口德 100万台币是离婚后 每月给孩子们的抚养费 不是给大S的 舆论哗然 与此同时 台湾知名狗仔放话 要直播揭开汪小飞的遮羞布 汪小飞是什么态度呢 我冤枉 我要告狗仔 但这个时候 他言语的可信度几乎为零 没有人愿意去相信他 让人同情的可怜人 成了迁怒前期 离婚惹了众怒的伪君子 5月31号 第一狗仔 葛思奇 在千呼万唤之下 终于兑现自己的承诺 开启直播 爆出猛料 晒出了三张 汪小飞与不同女子的亲密照 实锤了汪小飞 混内出轨 其中一张的背景 是戴S与他的婚房 也是直到这个时候才发现 原来当时不想再让任何人勒索 指的不是戴S 而是台湾狗仔 绕了这么一大圈 就是想说明 去年2月 夫妻就有矛盾 戴S服用违京药品 导致心情不好 找女性朋友开解 结果被抓拍 一件件实锤放下来 汪小飞被迫和戴S道了歉 承认自己造谣 丢了脸面 失了人心 让网友失望至极 即便D3下次的道歉 浪子回头般服软 也很难收场